被众人围观的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国宝籍文物西汉流金铜马 1981年出土于陕西汉武帝刘彻姐姐信阳公主的大幕之中 他通体铜柱流金 榜首翘尾四腿直立体态矫健 从头部两耳间直立的触角专家分析出 这就是当年西汉时期的汉血宝马 当年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是靠这种汉血宝马 征战西域打通丝绸之路 史书记载汉朝初期国家为了保证西域的安定 十分重视骑兵的培养 由此以来各个国家进攻外来两马的品种受到汉武帝的欢迎 当年西边的乌孙国和东边的朝鲜国都向大汉进攻不少两马 为此汉武帝非常高兴给他们起用天马 后来一次他听说西域大网国的汉血宝马非常聪明 身躯高大奔跑速度快而且持久力非常强 随后他派遣使臣带着千两黄金钱去商议换取几匹两马 没想到的是大网国不但拒绝换马还杀死了使者 汉武帝为此大幕 立即派遣李广为主帅远征大网国 经过四年的征战大网国臣服西汉并约定以后 每年向汉朝选送两匹汉血宝马 而出土的这件流金铜马就是当年大网国进贡的汉血宝马 因为据大网国的史书记载 汉血宝马两耳间的这种角装肉官是汉血宝马的独有标志 肉官越大马的奔跑速度就越快 而这一史料在中国三国时期的义务质里也有记载 大网国有肉脚数寸 汉武帝在得到汉血宝马的加持后 让大汉的疆土稳稳的稳定了数百 也喊出了泛我大汉疆土者虽远必诛的口号